C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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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 我是燕耳Albi 至於開台太多人都會問我 要怎麼走A拉達 其實這個我用口頭上是非常難教你的 但是我還是跟你們說一下平常在走A的設定 而這也是成為AD Carry最重要的一個基本功 走A主要也是讓你可以邊輸出邊躲掉技能 第一個最普通的就是右鍵 最一開始我也是先從右鍵開始的 然後因為那時候還沒有練習工具 所以我就是開自定阿拉BUFF這樣子 這樣子練拉打 但是普通右鍵它有一個缺點就是你如果點到地板它會往前 那這時候我們在會戰如果沒有辦法與敵人拉開距離的話 對ADC來說是非常的危險的 第二種攻擊型移動 你會看到有些實況主攻擊的時候會出現這個圈圈 那它就是設定了這個 它是需要A鍵加左鍵才會觸發你的攻擊 再搭配上走位的話就要再加上右鍵 那就是這樣子按起來的話我會覺得比較複雜一點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嘗試看看這種A點的方式喔 第三種快捷攻擊型移動 也就是我最習慣的走A方式 它的好處是你就算點歪了地板它還是會自動幫你攻擊最近的物體 你可能就要習慣右鍵往後A鍵攻擊 右鍵往後A鍵攻擊 當你習慣了之後就可以增加你的攻速去練囉 攻速越快我們就要按越快所以要自己抓那個節奏 如果抓不到的話就會像這樣子卡普攻 如果你在對射的過程中卡了一下普攻 有可能就是造成你死亡的致命關鍵喔 什麼要學走A 我示範一下新手拉打是這樣的 走很遠之後打一下走很遠之後打一下 跟我直接走A邊走邊打以輸出上來說就差很多了呢 跟你們說一下總結 我教了三種的走A方式其實都是可以使用的 沒有最好的走A只有最適合自己的走A 所以你們要去三種都嘗試一下到底是哪一個最適合自己 因為很多人都會覺得我在實況上的回答非常的敷衍 因為我都是回答說開自訂阿多練習就好 但事實也的確是這樣 因為你練久了會產生肌肉記憶 那就會越打越順暢 也就比較不會去取消到普攻 練走A肯定是需要花時間去練習的 如果你真的想成為一個非常優秀的ADC 走A是一定要學會的 等你練成之後呢 煙兒在這邊恭喜你成為走A怪了 喜歡我教學的朋友們 請幫我分享留言按讚 還沒有訂閱的趕快幫我按一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或是到粉絲團幫我按讚 謝謝大家的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煙兒我們去探險 好 我喜歡你 by bwd6